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如果是有八字手相面相风水方面的困惑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看这个天文和人文合成一条线,就是我们常说的断掌 但是又有一条线横插一角,这个是切断了这条线,使之变成假断掌,就是智慧线的分支 对于女人来讲,假断掌要比真断掌好 说明既有断掌的事业运势,又没有断掌女人的这种强势和苦命 龙虎相配,手型配合,还形成了妄夫的格局 这是假断掌的一种 我们看这个手上动作的智慧线出现中断,影响最大的是你的婚姻 你的婚姻安全性特别低,离婚的信息非常的多 离婚的主要原因呢,还是在你 从留年来看,婚姻在29岁的时候有离婚的这个信息 那么事业方面这几年还是比较稳定的 但是哪有大的发展呢,只能说是安稳的上个班 事业上还需要你在婚姻稳定之后呢,才能够有好的事业运势 这是一个 我们看这个口字文 这个感情线上出现口字文呢 也就是小小的四边形 这种代表感情上容易出现问题 因为出现在主线上,可能是因为感情婚姻问题 而这个有口舌之争,官司口舌 所以说出现口字文 如果是无名指下方,这个太阳线是非 这个特别长,甚至会超出你的感情线 这个太阳线呢,叫成功线 代表你的事业会有非常大的成就 而且有名声非常不错 不过你的感情线出现这个导文 所以说加上刚才所说的口字文呢 有口舌和阻碍 代表你将来的感情确实不好走 另外身体方面需要注意一下 眼睛和视力的健康 要注意一些 好了,有关这个文录呢 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涯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下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